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感谢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在这里讲话 我在这里向法轮功的朋友 表示祝贺 致敬 在过去25年 法轮功在中共各种迫害之下 能够坚持和平反抗 到今天越来越有力量 这是中国民主抗争最重要最成功的一个故事 也是我们所有民运组织学习的一个方向 在过去这么多年 法轮功学员 他们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海外 都是对抗中共暴政的主力 他们做了非常可歌可泣的事情 做得非常多 我们人到中国 关注中国的政治犯 良心犯 我们也经常听到 良心犯在狱中的经历 他们很多的人都说 在中国的监狱中间 法轮功的学员受到的迫害是最惨烈的 但是他们表现出的意志力也是最强大的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力量 今天中共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 不可抵挡 但是这个政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那么在法轮功学员身上 这种不可征服的人的这种善良 真诚这种力量 这就是中国未来真正的希望 也是中共最惧怕的 在过去25年以来 无论是在网络自由 在为中国的弱势群体呼吁 在为六四的真相工作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方面 法轮功都做了很多 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们对此表示非常的感激 谢谢你们 很多年轻人跟我说起来 他们最早第一次接触到六四 第一次能够翻墙 往往是因为法轮功学员 做的各种翻墙的软件 给他们提供的这些禁书 被中共禁止的这些内容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特别感谢你们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美国已经全面的警醒 他们看到了中共这个政权的实质 我们在反共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这条路上 我们并不孤单 民运组织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在未来 和法轮功的朋友们一起合作 早日推翻这个邪恶政权 为世界的和平民主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